今天是6月28号收盘了 我们来看看今天盘面 A股出现了一个探底回升的动作 那么有人问了 是不是大底来了大反弹又来了 接下来怎么走 但是还有很多人比较郁昧 比较什么比较的不舒服 为什么你给我看一下今天盘面 你就发现了有多个板块 还在大跌跌的一塌糊涂 你看一下这些后排的 跌比较多的是谁 身份证人计算 老鸡人力识别数据安全 其实都跟什么有关科技对不对 大家这里就有名言了 前期科技板块涨了一塌糊涂 流鼻哄哄 最近怎么突然就不行了 跌的那么惨的 那么到底是谁在做空科技 是谁在砸盘科技 高位接盘的朋友们又该怎么办 这些视频我们就科技这个方向做一个技术点评 如果大家对大线这个盘面热点把握不住 看不懂仔细听 那我也提醒大家视频当中涉及到的一些 核心热点板块的解读 包括一些人气龙头个股的解读 就是一个免费的技术分享物作为一句 我们先来看一下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在这段时间确实是不太好 出现高位的连跌而是高位的杀跌 那么有朋友跟我说 二阳先生你前期不是说这个 人工智能你很看好他吗 看好他的一个中长期的一个上涨吗 现在出现跟这种连续跳水了 我该怎么办要不要割入 那么首先在这个位置 我告诉大家他杀跌的原因是什么 你明白他杀跌的原因 你就知道他接下来会怎么办 看几个票 大家可能会发现问题的原因的根本 这个是什么 拓维信息 拓维信息 今天盘中拉高还创造了一个反攻的高点 它是属于那种人工智能板块的核心 能口票之一 大家看从这里启动大概在7块钱上下 对不对 7块钱上下涨到的是21块钱最高 直接涨了三倍 他今天盘中还创造了一个什么 一个反攻的高位 前两天杀跌 这里前两天这里出去杀跌 但是这两天又回来了 还创了一个高位 再看一下这个票 昆仑万为 大家说发现了这个票在这个位置起来 你看这里这个启动的时候是15块钱左右 涨到这里 涨了多少 涨了70块钱 差不多涨了4倍有多 可是你发现没有 他破位了 掉下来了 这几天出现连续的大跌 那么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其实这两个票做对比 你就发现他们都是前线龙头前线核心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区别 就是因为这个票出现大股东的一个减持 甚至是清仓式的减持 无脑的减持 这位说大家是不是明白了 人工智能板块 科技板块出现这么高位的沙跌 其实跟他们有关 就是说这些高位票的无脑的减持 说白了我们市场存在两个最为严重的问题 大家知道我们a股为什么不涨 涨不起来 其实最关键的两个因素是什么 我告诉大家第一个是rpo 我们rpo数量全世界最多 莫及的资金全世界最多 就是正因为你的抽水严重 所以导致了a股资金量的不足 所以他总是在3000点上下徘徊 就是这个原理之一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 就是像他这种的 大股东吾吾老吃了减持 涨上去了我不是去什么 拿了这个钱去扩大公司 然后做技术分析 或者说扩大技术生产 我是来什么 我是来套现的 我是来赚一笔快钱 我就跑了 至于公司后来是谁的 跟我没关系 对不对 这就是a股的另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纠结在这里 就是原始股东 大股东吾老的减持 现在说大家是不是明白了 说白了就是科技板块涨得太高了 你看这些公司的大股东 他认为我公司跟不上这个节奏了 我不跑我是傻子吗 是不是这么说大家是不是明白了 但是也并不说 所有的人工智能板块的个股 包括 周知经济 这些芯片公司也是那种情况 这是在区别对待的 说起芯片再给大家说一个事 说什么事 大家看一下 这个叫什么农兴中科 以后来这个票你看 今天是不是出去大跌了 跌了10个点 而且出去放量了 那总是好好的 找的比较好的 他突然就跌那么多跌那么惨 大家如果仔细去看新闻就知道这个票是什么 几个股东合起来减持超过17个点 哇 你看一下这是什么概念 17个点 那这里一波减持差不多要超70个亿 超70个亿 大家发现没有 超70个亿 所以你在这个位置你看一下 这里是不是很纠结 我们来看他的新闻你就知道了 这里的指数其实说真的 我感到很郁闷 感到很纠结 整个盘面 大家看这个票 他为什么会这么强势 为什么会这么强势 你看一下从这里起来 从这里起来 他是80多块钱 涨了180多块钱 涨了一倍有多对吧 他为什么会涨这么凶 还有就是他价格为什么会那么高 他是什么什么方向 芯片 芯片 他是科技股对不对 他估值是很高的 还有人说他是什么 中国cpu第一股 但我不管你是什么股 你不管你什么股 到了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 到这个价位 大股都清仓是减实 那他是来干嘛的呢 我们来看他的一个k线 他上市多久 上市时间你看 2022年才上市 今天一怎么一到解禁期 马上就放掉了 那这里是干嘛的 我不说了 大家是不是知道了 说白了 他就是来赚快钱的 说白了 我就是来圈钱的 大家觉得是不是 如果他真正要把公司做大做强 他会在这个位置把这个 把这个钱把这个股票给出掉吗 现在一说大家是不是明白了 所以 这段时间我告诉大家 人工智能板块 数字经济板块 包括芯片相关的一些 要小心 我前几天提醒了很多次 小心什么 小心高位高价 是不是 通过上面几个票 大家是不是明白了下跌的主要原因 好 原因知道了 我们现在说重点了 人工智能跌了几天以后对吧 跌了几天以后 接下来该怎么办 套筑的人该怎么办 朋友们记住这里 套筑以后他会有机会冲高 有机会给你高位减仓 有机会给你逢高出货 所以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 套筑以后这里接下来反弹 你要逢高减仓 尤其是高位票逢高减仓 低位票我觉得是机会 要区别对待 他个股你就明白了 个股你看今天只要一个票转停 只要一个票转停 其他票几乎都表现得比较差 然后我们看后排 后排是重点 后排一些核心票 人际票都出现大跌 多数票出现跌停 那么这些票怎么理解 中科信息出现高位大跌 跌了11个点 那么这个票怎么还没有 还记得我前两天给大家讲过这票 是吧 讲什么大家知道吗 这里 是不是我说怎么样 一跌即杀 杀到下面的低点支撑位怎么样 可以低息可以潜伏可以博弈 但是拉高拉到上面压力面附近怎么样 不要轻易的去追高 是不是这个节奏 是不是这个原理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 对吧 这个位置 潜伏低息我觉得没问题 但是连这个位置追高 但我没说 但我没说 我强调过很多次了 是不是 他马上就到60天线 强制成位了 我觉得这种票满满 可能预示着什么挫杀 这是大家注意的 好 妥私 这种票大家就特别小心了 短线出现暴涨 大家看暴涨从这里起来以后 十三涨了35最高 所以这种票找了找了多轮 那么这里一旦破位后 后期反弹上去 拉到这个高位的压力位 对不对 赶紧跑跑跑 这个一定要记住 要赶紧跑跑跑 不会看到他这里跌了这个位置是吧 你认为他后期会创新高 直接一拉了 已经去追 这个不靠谱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一个细节 恒美空气也是出现这种杀电 从这些杀电 我觉得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浪潮 这个票是我在前期讲过 从前讲过的 但我说真的 这个票今天突然就跌停了 看不懂对吧 一直跌停 那么从技术方面说 他又没有出现什么特别大的利空 从整个旁边来说 我就觉得他是什么呢 涨高了 涨高了朋友们记住 这个票我在前期讲了很多回 还记得吧 在这里 是不是 我强调很多回这个位置会去突 上次有机会突过去 但是突过去越涨越什么越涨越慢 是不是说的这么回事 是不是说的很清楚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是一定要注意的 这种票后期反弹了 有高位先跑 先出来再说 因为他确实涨太大了 涨太多了 以后 万一再出现一个大股东高位解持 大股东高位什么 高位放腰子 走啊 是不是 再看一下前排有多支票上涨的 这里给大家提一个一个方向 大家看一下 这里前排涨幅就像这个跟什么有关 机器人对不对 这也是我近段时间给大家说过的 我说要留意机器人走势 所以大家看一下机器人在近期表现是比较强势的 那么这些低位的 启动的 然后前期调整点充分的一些机器人个股 反而值得大家盖踪 这里叠加 人工智能叠加的一些机器人 反而是大家需要留意和重视的一个方向 这是接下来 市场很有可能角逐了一个主向 这是大家需要留意的 好 再看一下数字经济 说起数字经济 可能大家也有疑问 这个票这个板块跟人工智能差不多的走势 就是前期涨幅巨大 因为高位出界杀跌 同样的原理同样的失诺 他也是因为是吧 这样的原因导致的 但我觉得他后期马上拉高 也是高位分化 就是说前期大涨的调整的 大家需要访告检查 低位调整到位的又是机会 我说这么多可能大家 都会有疑问 我们从数字经济一些个股的走势 来告诉大家一个操作的思路 大家看 数字经济把快今天也多支票 转幅在五六个点以上 如果你看这些涨幅在票 你会发现比如说南宁 前期大到经济调整比较充分 你看超图精彩 亚康大家是不是发现了 包括本社智能是发现了 这些票前期涨幅不大 近期才刚刚放量 近期才移动的 说明什么 说明这些票出现了一个轮度不涨 所以接下来市场的焦点在哪里 低位的轮化 是不是 我强调了很多次 高低切 从几个票我给大家做一个解读 比如说 前期我讲的最多的数字经济板块的 核心票之一的谁 英飞拓 这个大家都熟悉 这个是我讲的比较多的一个票 大家看 跌了 前期我跟大家讲 我说这个票它是流票 腰股信创板块龙头 你要强调大家 这个位置的中央性 60天均加的中央性 只要他能够守得住 我们继续看多继续躺 但是守不住 尤其是高位跌破或什么 要跑路要减仓 如果你不跑 你想想在这个位置进场的 当时价格在12块钱上下 现在多少8块5 跌了多少 3块5 差不多这一波跌下来跌了30% 是不是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进场的现在 套住了30% 大赚没有大亏来了 是不是 这就是轮化轮动的一个节奏 所以风险还是有的 包括近期 跟大家说的比较多的 所以中国科长对吧 这个票是我今年讲的最多的一个票 很多人在这个票里面赚钱了 甚至有限在这里做大钱的 我印象当中 赚了最多的 他说在这一轮上涨中 赚了百分之两百 也就是我们说的两倍 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 我在这个位置提醒了很多次 对吧 这些位置提起很多次 我说怎么样 他已经涨了 从这里起来 到这里已经涨了6倍有多了 他的空间不大了 所以接下来逢高要减仓逢高要出货 而且辣高不要去追 可是很不幸在这一天 上天的时候 也会跟我说额阳先生 我又来了 我说怎么了 我前期在中国科长里面大赚了50个点 我现在满仓去追了这个票 我赌他走奥波 我赌他上到100 我就纳闷了 人家这里有高位51 他赌他100 那就赌他翻翻了 以后再翻一倍 是不是 还是满仓 我真的很纠结 我真的很郁闷 结果现在你看 出现连跌了 如果他在这个位置逢高减仓逢高割了肉 还好亏损可能也就那么几个点 但是他如果说 在这个高位马上进去的没有及时出来的 你想想 40几块钱的成本 起码在成本在45块钱以上 成本在45块钱上 而现在多少32块33 我们就算了33跌多少 大家看一下12 差不多跌了百分之230 满仓跌百分之230 是不是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 涨得非常高的 以后他高位出去放量杀的 以后破位的 破期逢反弹 逢反弹拉高 一定要及时的撤退 我说了很多回 不要老是无语的去参与 不要老是无语的去顶这种票 好 除了这几个大项之外 我们再来看一下 所以芯片 芯片今天也是跌的 但是芯片 我想告诉大家是要区别对待 区别什么 区别人工智能 区别素质定性 可能很多人会说芯片不是也涨得比较多吗 你看这位置很高 我就想告诉大家 芯片跟他们有区别 芯片是什么 芯片是我们的一个 卡脖子的工程 就是说我们的芯片是被外围给卡住的 所以后期的利好会比较多 或是叠加的这些利好会比较多 这里存在着反弓的预期 甚至存在着突破这个高位的预期 突破高位以后怎么继续上涨 所以接下来大家注意了 如果你手中没有票的 想参与的科技方向的 我觉得芯片到大脑体这个方向 倒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低息博弈的机会 后期还是有机会再次走强的 这个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还是区别对的 但是同样的原理芯片这个方向 同样存在风险 风险主要集中在哪里 后面 大家看多支票大跌 多支票灰尺比较大 不说别的就是刚才我看头说的农心中科 这种票大家就一定要小心 还有你看这些跌幅比较大的 记住这些新谷里面就比如说飞林这种 在新谷里面 无脑炒上去的价格特别贵的 这些特别要小心 这些是借机炒作 借机炒作以后 位置与它的价格不相符的很容易 出现一个明显的什么一个大波动 这是大家注意的 一旦你做错了可能短期会爆亏 是不是发现感觉芯片板块的个股 很多价格都是很贵的对吧 提醒大家 涨得非常之高的一些票要小心 同样的低位的 相对来说 前期涨幅比较少的一些新的票 新起来的票 反而也是值得大家留意和跟踪的 可能大家会发现近期是吧 芯片板块分换有点严重 你看这些前排的涨幅比较多的 大家是不是发现了很多是什么 很多是低位的对不对 刚刚起来的 这就给大家说了一个方向什么方向呢 芯片板块它也是在轮动轮换 涨得高的盘子比较 不是说盘子比较大的 是那种什么价格比较贵的 大家要小心 反而是低位的价格不是太高的 反而是机会 你看加速雷利这种对吧 前期涨幅大不大 前期涨幅不大 但是近期你看它是不是出现移动了 出去放假就出现移动了 所以这种票 反而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总之一句话就是芯片板块没走完 芯片板块还有空间还有市场 但是个股在出现分化 在出现轮动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高位的风险 要插量引擎 而且在这个方向我觉得大家要防防什么 就防这种 防哪种 我不说大家也知道要防这种中科对吧 农心中科这种 天亮景时抱团景时 这种就一定要防 以后你要记住 如果说这个票 就比如说比如说像南国新这种票 与它相关的一些票 这种它是属于次星股 你后来近期暴涨价格又贵的 你好短期命令解禁风险的票 解禁的这种大家要小心 最好是什么 最好是避开它 如果你不避开它 会存在比较大的问题 存在巨亏 我记得前期有一个票跟大家讲过 也是这种语言 比如说 中国未通对吧 这个票前期它是涨的比较好的 大家看 这个票我记得在这段时间是涨的比较好的 你看在这里突然就怎么大涨了 大有机会走厄波 但是突然一下这个方向就反转的 突进一波 突进一波杀跌 你看这里调整两个月是吧 热波调整差不多两个月时间去了 为什么他讨好的 按理说这里突破前高 要什么要走出来一个什么 二波的走势 怎么突然就不行了 就是因为天亮解禁 就是因为它解禁盘 大股东的一个出逃 一个沙跌 导致的这一个一个跳水 但是这个票 跟其他票又有所不同 因为它是什么 它是板块的核心板块龙头 对吧 你看近期调整后资金刮住度又回来了 所以像这种票 你还有机会高位高位套住的 有机会给你出来 有机会给你解套 但是像那些完全炒作概念的大股东 是吧 清仓是减持的 可能你在高位接盘 短期短期是难以让你去什么 让你出来的 我告诉你 就比如说像农兴中科大人票 人家原始股能可能 它的成本只有一块钱 现在涨了180块钱 涨了180块钱 那你想想他发了多少倍 180倍 这个时候他不跑 谁跑不少不跑是傻子吗 对不对 可能他做公司 做10年做一辈子也赚不到180倍 是不是 这就是区别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要注意这个细节 科技板块仍然后期是存在机会的 只不过风险越来越大 所以高位的涨幅巨大的 科技板块的个股要小心 好 这一期的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